HELLO WE FANS WE FUN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徐凯 HELLO WE FANS WE FUN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吴敬妍 我演的是《延禧攻略》里面的 大家都知道是令妃 就称她为令妃吧 魏英洛 但是她刚进宫的时候 她只有她是宫女 宫女占据了这部分的一半 所以从宫女开始 然后再慢慢慢慢从令嫔 令妃 然后令贵妃 这样一路打怪兽上去的 这个角色吧 三个字 文 准 狠 她 很真实 就是她不仅自己真实 就是对别人 好的就是好 坏的就是坏 坏的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好 就是便是非 明道 就是要去告诉你什么是真相 这个是最有意思的 嗯 这个角色的 我很喜欢 我相信观众们 大家都会很喜欢 因为是个不同的人设 这是她的 呃 这部戏 我看剧本的时候 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这个角色的人设 嗯 我饰演的角色是 复查皇后的弟弟 亲弟弟 复查复衡 她是一个一品侍卫 契合度啊 有 有 我觉得 不不不不 我觉得高大为猛吧 哈哈哈 就是 复查 就复查复衡 人很 阳光很正直 然后 我觉得 她的性格啊 跟我那些都特别像 就是很专一的那种 专一 嗯 我更想挑战的啊 就是 可能是 演一次那种 关于犯罪心理的片吧 那种 坏人 想演一次坏人 挑战一下 嗯 不介意啊 称呼我什么都不介意啊 谢谢 我觉得 魏英诺吧 可能会让我 会 会走 因为走进去她 我要付出很多的 辛苦 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事就是 我希望走进魏英诺的世界 和她的生命里面 就通过她的眼睛去看看 就是这个 这个 清朝 这个 前农年间的 清宫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很 我不知道怎么走出来 我也挺期待走不出来的 因为她很幸福啊 我觉得她是人生的赢家 她的生 就是她的生活 我觉得也是我想要的 走不出来就走不出来呗 没有说走不走得出来吧 可能我现在拍的不多 但是拍的决策 都是挺适合我的 然后 我觉得就跟我 生活里面差不多 就是我演的 可能就是生活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人 只不过是在古时候 古代那时候 就多了一些规矩而已 所以我不会担心走不出来 这个我倒没有去想 但是 我敢肯定的就是 十年后 我会比 现在更优秀更努力 还是会很努力 我觉得就是 反正在我的 因为十年以后 我肯定还是演员 就是四个字不忘初心 就是十年以前 我觉得想想今天 我们在这说的这句话 就 其实觉得 就是挺有意义的 然后今天包括看到 那个远哥 蓝姐 我觉得 我并没有觉得她们 或者说 我看到十年后的样子 我觉得 像现在 我依然要演去爱皇上啊 然后 可能我十年以后 也会有 比我小很多的人来爱我啊 然后包括 她也演那个 那个 前蓝姐姐的弟弟嘛 一样的是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和年轻人一起合作 我觉得也不怕 反正作为演员 就是更去体验自己的人生 体验每个年龄层的那个经历 我觉得就好了 当然是幸运的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但是这个幸运是要 你要珍惜机会 然后在每个机会中 自己要努力 这是首先的 然后你才会 才会有了幸运 然后就是一个 一个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 和对于幸运来说 我觉得 能给我们机会的人 我们都要感恩感谢 这很重要 包括刚刚说的 傅耀刚导演和 关乎导演 都是 嗯 在我演艺生涯 给我影响非常大的人 嗯 遇到余震老师 我非常感谢 也很珍惜 他给我的每一个机会 演习功乐也是 这么好一个戏和项目 我觉得 我能在里面演 微音乐 嗯 我珍惜 然后更大的就是感谢 遇到余震老师 然后他给我的这个机会 嗯 不担心啊 我觉得评价越多越好啊 对啊 对就是很 我们也很享受 我们的作品 这么辛苦的付出了 那么长时间 然后播出给大家看 关注越多 评价越多 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一个 我们辛苦工作的一个 回报吧 任何好坏 我们都喜欢 就是希望我们的付出 和努力 然后得到大家的包 包意啊 或是贬义的东西 我们都接受 嗯 就也很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 就是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的东西吧 一个作品就是我们所有主创的一个态度 和也是我们演员的辛苦 还有包括余震老师 他的心血 对于演员来说 当然是火和起义 人家来说越好越好了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 嗯 不温不火和大起大落 我都都觉得挺好的 就是他是什么样子 就承担什么样子的人生 都会带给你不同的 不同的东西 就像刚刚那个旭凯说的 就是你才能够 嗯 以前不经意的东西 你经意了以后 你才会发现他 他的价值 就到底他是平缓的 还是有起伏的 只要你去关注他 你就要在意他 我觉得都是好的 演戏 嗯 最大的启发 就是 嗯 我觉得是发现自己 就你演每个年代的人 或者是每 每一个不同的人 就共通过他们的人生 哪些是 哪些是 能给我产生共鸣的 哪些是 嗯 能带给我改变的 就是 会在你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记 慢慢慢慢的 你演了更多的角色以后 你会发现 自己的真是什么样子 就演演绎了越多 才发现自己的 到底是谁 我觉得是认识自己吧 演员 演员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能带给我改变的啊 最可贵的就是这个 认识自己 嗯 我觉得 就是开阔自己的视野吧 就开阔自己的知识 然后 其实每演一部戏 我们都会学到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演的是 宫廷戏 然后我就会知道了 清朝历史 我们就会 就会更加深入的了解一部 就是 这样的历史 原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 我觉得 让我 就是 更多的在生活中 感受一些小细节 我会 以前不经意的东西 不起眼的东西 我都会去感受一下它 因为我觉得 那也是生活里面一部分 不可忽视的 都是 都是 都是啊 就是 人生 嗯 我们每个职业 他该做的事情 其实也是像戏一样啊 有他的角色 有他的工作的目的 有他生活的压力和承担的东西 也像戏一样 戏如人生 我们演的就是 角色的人生嘛 你要把自己人生 代表了这个角色中 然后角色能给你人生 你也能给这个角色生命 人生就是 相互的 相互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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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